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五节 也是本章的最后一节 合营安排 它对应的是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 合营安排里边的内容 站在我们考试的角度 大家需要把握合营安排的认定 合营安排的两种分类 以及把合营安排分类为共同经营的这种情况下 各个参与方如何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么从以往考试命题来看 以客观题为主 当然个别年份 它也可以嵌入到拼盘式的主观题里边 作为一小问 作为一个小点来考我们 第一个大的标题 合营安排的相关概念及认定 第一个小标题 合营安排的概念与特征 合营安排是指一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 共同控制的安排 那么合营安排有下面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各参与方均会受到这个安排的约束 谁都跑不掉 第二个呢 这个是合营安排的本质特征 它强调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 对这个安排实施共同控制 那么共同控制到底如何来判断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小标题 共同控制及其判断原则 说共同控制是指按照相关约定 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 并且这个安排的相关活动 这个相关活动我们将来讲 合并报表的时候呢会深入的讲解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什么 它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就是对这个安排的回报 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活动 这些活动必须经过 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 不是说所有的参与方 一致同意以后呢 才能够做出来决策 那我们具体在判断 它是否构成共同控制的时候呢 要分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个步骤判断 它是否是集体控制 如果不是集体控制的话 比如说存在一个单一的控制方来主导 那它一定不是共同控制 如果第一个步骤判断通过了 它构成集体控制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来判断 是不是存在着各个参与方 必须一致同意 才能够把决策做出来 如果是的话呢 它就是共同控制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不是共同控制了 在下面我们首先来认定集体控制 如果所有的参与方 或者说一组参与方 必须一致行动 才能够决定某些安排的相关活动 我们就从所有的参与方 或者说一组参与方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 那么根据它的这个定义 我们发现集体控制 不是单独一方来控制 如果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控制方 一个绝对的老大哥 他来主导的话呢 那就是控制了 就不是集体控制 第二呢 说集体控制该安排的组合 指的是那些既能够联合起来 控制这个安排 就是把决策做出来 把事干了 要使得参与方数量最少的一个或几个参与方的组合 我们为什么强调数量最少呢 大家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一个安排的所有参与方都联合起来了 大家劲都往一块去使 心都往一块去想 你说能不能够把决策做出来 能不能够把事干好 肯定的 但是有多难啊 所以这里面界定的是什么呀 数量最少 我们不是强调所有 那因此呢 能够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参与方组合 很可能它不止一个呀 来 那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相关活动的决策 我们在确定是由参与方组合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以后呢 再怎么样判断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参与方 是否共同控制这个安排 具体来讲 当且仅当英文叫only 相关活动的决策 要求集体控制该安排的参与方 怎么样一致同意的时候 才存在着共同控制 他强调的是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参与方 不是所有的 他们一致同意这件事情了 才能够把决策做出来 那么有一个参与方 他不同意这件事情 决策就做不出来 那他就构成 构成什么 共同控制 如果构成共同控制 他就是一个合影 安排 你看看这些概念 我解释完了 大家听懂几成了 这些概念太抽象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下边通过两个小例子呢 再进一步的销唤一下 第一个例子 假定一个安排 涉及到三方 ABC 三个投资方了 那么在这个安排里边 拥有的表决权比例分别是 50% 25%和25% 显然持股比例最高的是 A公司 达到了50% 那么 他们三方之间的相关约定 是这样规定的 70%以上的表决群 这是及格线了 即可对该安排的相关活动 做出来 决策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判断这个安排 是否是集体控制 如果是的话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组合 有几个 第二问呢 判断 这个安排 它是否是共同控制 我们先来解决第一问 是不是集体控制 怎么来判断呀 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看这个安排里边 有没有一个单一的控制方 单方面读到位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控制 那它就不是集体控制 而我们这个案例里边有吗 显然没有 因为持股比例最高的A公司 是50% 它没有达到70% 这个及格线 表决的时候 它这50%肯定都同意 如果说 另外两个参与方都不同意的话 请问A 它能把决策做出来吗 它做不出来呀 所以这个安排里边呢 它不存在着单一的控制方 单方面主导 因此结论是什么 构成属于什么 集体控制 那下面集体控制 这个安排的组合有几个 如果说A 因为它的持股比例是最高的 牵头看一件事情 自己呢 没法把角色做出来 就需要找其他的参与方 比如说它首先找到的是B 如果B也同意了 表决的时候你看看50%加上25% 这达到了多少 是75% 超过了70%的这个表决的及格线 就把角色做出来了 所以说A和B打的这个组合呢 是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其中一个组合 我们再去找 说A如果先去找C C也同意的话呢 那你看看 A和C的表决权比例加起来 也是75% 超过了70% 这样一个及格线 那就意味着A和C打的这个组合 你能够把角色做出来呀 它也是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 其中一个组合 你看看 是不是这就有两个了 有人说不对老师还有一个 谁呢 ABC这三个参与方 那没问题 他们三个如果说都同意了 角色能不能够做出来 百分之百了 当然能够做出来呀 但是我们准则 所界定的集体控制 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啊 人家说第一个是能够联合起来 把角色做出来 第二个呢 要使得参与方数量最少的那些组合 而ABC的这个组合 是参与方数量最少的吗 A加B加上C这个组合呢 它不是数量最少的 所以这个不行 因此我们这个案例里面 第一问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组合有两个 一个呢是A和B的组合 还有一个呢 是A和C的组合 这是第一问 那么第二问呢 判断它是否为共同控制 怎么判断 就看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参与方 是否一致同意 才能够把决策做出来 那么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是共同控制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不是共同控制了 那我们先站在A的角度来分析 为什么 因为A的持股比例是最高的 一般干事啊 往往是持股比例最高的这个股东来牵头 那么A如果说找到B B同意了 角色做出来 没问题 刚才已经分析了 分析过了 那么如果说B不同意的话 A没法通过其他的方式把决策做出来 或者说只要A和B这里边有一个参与方不同意 那么这个决策就没法做出来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致同意 如果是一致同意的话 没有问题了 共同控制 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是这个样子吗 显然不是 为什么 如果说A去找B B不同意 A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把决策做出来了吗 有啊 它可以去找谁啊 它可以去找C啊 请C喝一顿酒 把它说服 表决的时候 来我举手 你也举手 那就意味着A和C打的这个组合呢 也达到了75%的这个标准啊 也能够把角色做出来 所以说你注意 如果说B A和B的这个组合里边的参与方B 它不同意 A其实呢 是可以通过去找C 通过其他的组合把角色做出来 那就意味着 它不存在着什么呀 它不存在着一致同意这件事 不存在着共同控制 所以第二问的结论呢 是否为共同控制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否 那后边还有具体的分析 回头呢 大家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因为我刚才都已经通过口述的方式 给大家想过了 那么下一个例子 假定一个安排 涉及到三方ABC 在这个安排当中 拥有的表决权比例 分别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 加起来百分之百 那么显然呢 持股比例最高的依然是A公司 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那么三方之间的相关约定 是这样规定的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表决权 即可对这个安排的相关活动 做出决策 在这个案例里边 表决的及格限是怎么样 是百分之七十五 那么两个问题 第一问判断它是否是集体控制 如果是的话呢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组合有几个 那么第二问判断一下 它是否是共同控制 我们先来解决第一问 是不是集体控制 思路呢 我想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看看这个安排里边 有没有一个单一的控制方 单方面主导 有吗 没有 因为持股比例最高的A 只是占了百分之五十 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五 这个及格限的标准 所以呢它是什么 它是不是集体控制呢 答案是 下面呢我们判断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组合有几个 A牵头干一件事情 如果只是A同意的话呢 不行 角色做不出来 所以呢它需要去寻找其他的参与方 如果说他先找到的是B 都已经谈龙了 我表决我举手的时候 那你也得举手 那就意味着百分之五十加上百分之三 是达到了多少 是不是这个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是吧 百分之八十的标准 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这个及格限 就能够把决策做出来 来 那么如果B它不同意的话 或者说A和B的这个组合呀 其中某一个或者任何一个参与方不同意 这个角色根本就无法做出来 这就是什么 一致同意 那它就是属于共同共治了 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案例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比如说呢 A牵头干一件事情 他去找B B如果不同意的话 看看A能不能够通过达成其他的组合方式 把决策做出来 能吗 如果他去找C的话 C同意了 那么A和C的这个比例加起来呢 是百分之七十 没有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的这个及格限 没法把决策做出来 那就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A和B打的这个组合呀 这两个参与方 必须他们一致同意 有一个不同意都不行 才能够把角色做出来 所以他就构成什么 他就构成共同控制 因此第二问的答案是什么 它是否为共同共治答案 是 下边的分析 回头呢 大家自己看一看就行了 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 他构成共同控制 其实他就是一个什么 和阳安排了 通过这两个小例子 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下边这个提示了 说如果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组合 能够集体控制某项安排 说的是我们前面两个例子当中 第几种情况 说的是我们前面两个小例子当中 第一种情况 或者说第一个例子里边所讲的情形 那么这种情况就不构成共同控制 所以这句话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呢 一个安排 如果被认定为和阳安排的话 或者说存在着共同控制的话呢 我们强调的是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参与方组合 必须是唯一的 比如刚才两个小例子当中 第二个例子所讲的情形 我们接着往下面走 第三说争议的解决机制 因为和阳安排的本质特征共同控制 他强调的是 分享共同控制权的参与方 必须一致同意 才能够把决策做出来 他就弥补了什么 弥补了单方面主导 弥补了一言堂的曲线 当然这种机制也不是完美的 他也有自身的问题 比如说针对某项目在决策的时候呢 各参与方一直达不成一致一见 导致悬而未决 遗物的商机 不说商场如战场转瞬即逝吗 所以呢 和阳安排可能会存在着一些争议的解决机制 比如说内部仲裁等等 这种机制有可能 在双方或者说多方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呢 就把决策做出来 就把事干了 干好干赖 那是另一码子事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注意 它不影响 一个安排被认定为合影安排 但是呢 如果各参与方 没有就相关活动的重大决策 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 其中一方具备一票的通过权 或者说潜在表决权等等特殊的权力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就要小心了 那么很可能具有特殊权力的一方 实质上具备单方面的控制权 那这就不够成和阳安排 第四 仅想有保护性权力的参与方 不想有共同控制 那么保护性权力 我们将来讲合并报表的时候呢 也会深入的给大家讲解 那么他说的是针对一些保护性的 一些保护性的角色事项 所享有的权力 比如说修改公司章程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发行债券和合并分立 清算解散 变更组织形势 等等与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无关的非常规的事项 那么在对这些事项表决的时候呢 说必须一致同意 如果参与方只是拥有这方面的权力 人家就说了不想有什么共同控制 第五 你想安排的不同活动 可能分别有不同的参与方 或参与方组合来主导 比如说一个医药研发生产销售企业 在他的生命周期当中有不同的阶段 假如说在他的药品生产获得相关监管部门 比如药监部门批准之前的这个阶段呢 是由A和B的组合来怎么样 A和B的这个组合来主导 那这个阶段A和B不就享有共同控制权吗 那么如果他的药品生产获得相关药监部门批准以后 是由什么生产销售阶段 那么是由C和DA这两个参与方组合来主导 那这个阶段呢 他们两个就享有什么共同控制权 第六 我们要综合评估多项相关协议 做出最终的判断 第二个小标题就给大家解释完了 那么第三个呢 是核营安排里边不同的参与方 我们强调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 对这个安排实施共同控制 一个安排就能够认定为核营安排了 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的参与方 都对这个安排实施是怎么样 共同控制 所以呢 核营安排里边有这样两类不同的参与方 那么如果对核营安排想有共同控制权的话呢 那么这种参与方 我们把它称之为核营方 而对核营安排不想有共同控制权的 比如说打酱油的这一波参与方 我们把它称之为非核营方 下面我们做一个题 说假定一项安排涉及的四个投资者 假以秉丁在这个安排拥有的表决权分别是 40% 30% 20%和10% 那么他们这四个参与方之间的相关约定 是这样规定的 相关活动的决策需要85%以上的表决权 通过以后方可以做出 那么关于这个安排下列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A 假以秉共同控制这个安排 我们加一下 假以秉的表决权比例呢 40%加30%是70% 再加上20%呢 达到了多少 是不是达到了90%这个标准 有没有超过及格线呀 超过呢 能不能够把决策做出来 能啊 所以人家说他们三个共同控制这个安排 对不对 那我们就得看 你这里面下结论的是共同控制这个安排 那么我们就得看有没有其他的参与方组合 也能够怎么样把决策做出来 比如说我们先按大的问题加 40%加30%呢 这是70%了 那么如果说加上丁的这10%呢 70加上10%这是多少 80% 80%的这个组合有没有达到85%的极度线 没有 所以没法把决策做出来呀 你就不要抬杠 说老师那我把这四个仓业方全都加起来100% 没有意义 我们强调的不是所有 我们强调的是数量最少 所以在这里面呢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 在这里面首先存在着集体控制 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控制方 其次呢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组合是唯一的 谁呢 也就是甲乙丙这三方的组合 既然是唯一的 那它够不够成共同控制呢 它就够成 所以呢 甲乙丙共同控制这个安排 选项A是正确的 再来B 既然说甲乙丙他们分享共同控制权 我们就把它们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合营方了 而这个安排还有一个参与方是丁对吗 丁他不分享共同控制权 那是打酱油的 所以我们把丁称之为什么 非合营方 而这里面2B这个选项呢 说丁属于合营方 那就错了 再来C 甲单独控制这个安排 胡说八道 甲的持股比例是多少呢 40%啊 远远没有达到85% 这个比一半都不到 所以它不能够单方面的主导 D呢 甲乙丙丁对这个安排具有共同控制权 不需要谁呢 不需要丁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A选项 下一个单选 甲乙丙丁分别持有物 50% 28% 12% 10% 有表决选的股份 那么下列安排属于合营安排的是 我们先来看A 说物公司相关活动的决策 需要80%以上的表决选通过方可做出 及格线呢是80% 我们从大的开始讲 干事一般呢是持股比例最高的牵头 那也就是假的50%了 那么首先他自己能不能够单方面主导 不能 因为没有达到80%的这个及格线 那他就需要去寻找其他的参与方了 让他们跟他怎么样达成一致的意见 首先他找到的是比如说以28% 加起来呢78%没有达到这个及格线 那接下来再去找树丙了12% 这是多少 78%加上12%呢 是90%了 达到了90% 超过了80% 能不能够把角色做出来 能 那么他是不是唯一的呢 如果他是唯一的话 10%呢88%是吧 也过了80% 那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组合 它不是唯一的 不是唯一的话 那么在A的这种条件下 它是合应安排吗 这就不是了 所以这个要把它拿掉 B呢 那80%这个都不是 51%这个及格线的标准态 这个显然也不是 我们能够找到很多组合 把角色做出来 比如说甲和乙的这个组合 78% 超过了51% 甲和什么 就是甲牵头 另外这三个 其他三个参与方 任何一个加起来 都能怎么样超过51%这个及格线 所以这个B也不行 那么C呢 物公司相关活动的决策 需要91%以上的表现权 通过方可做出 你看看 站在应试的角度 其实如果时间比较紧张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怎么样 蒙这里面最高了 C 咱们加一下 那么甲一饼加起来是多少呢 这个是78 这是90%是吗 90% 没有达到91% 这样一个标准 这个组合不能够把角色做出来 那么如果说 把这里边的饼换成丁的话呢 12%换成10%更不行了 那只能是什么 甲乙丙丁他们全都同意了 达到100%超过91% 是没有问题 才能够把角色做出来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唯一组合 唯一的组合 没有其他组合了 因此呢 在C的这种条件下呢 它就存在着共同控制 那它就存在着什么呀 那它就属于合影安排 D呢 说物的相关活动决策 需要81%以上的这个表决权 通过以后呢 方格作出 那这个也不行 比如说甲和乙呢 加起来78% 另外这两个选任何一个加起来打组合 都能够超过81%的这个极格线 所以说D也不行 因此我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C选项 OK 咱们继续往下进行 第四个小标题是合影安排的分类 我们按照各个参与方在合影安排里边享有的权力承担的责任的不同呢 把它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个呢 叫共同经营 指的是合影方享有该安排相关的具体资产 并且承担该安排相关的具体负债 这样的合影安排 比如说这个安排有一个单独的主体了 这个主体里边的比如说假设备 是由这个安排的A参与方来享用 以专利权呢是这个安排的B参与方来享用 那么这个安排所产生的负债 有的是A来承担 有的是B来承担 那它就是属于共同经营了 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合影企业 指的是合影方请对这个安排资产抵掉负债后的净资产 享有权利的这种合影安排 而这个安排里边的具体资产呢是这个合影安排的 或者说是这个主体的 那么这个安排里边所在经营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负债 也是这个主体怎么样 它自己去偿还 我们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共同经营好比两个人在谈恋爱 而合影企业呢 好比两个人走上婚姻殿堂组建家庭 这里边给大家提供一个内娱娱乐圈的新闻 这是去年的 黄晓明与安吉拉贝比官宣离婚 两人同时发文感恩过去所有未来仍是家人 那其实呢由原来的合影企业变成现在的共同经营了 这两种类型如何来区分 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是可以考虑到选择题的 那么首先合影安排 如果没有通过单独主体来打扯 就是我出我的东西 你出你的东西 有钱出钱 有物出物 有利出利 有智慧出 智慧有资源 出资源 那么赚了钱以后怎么样 按照我们之前约定的比例 一部分分给你 一部分分给我就完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共同经营 就是搭伙做生意 那么如果这个安排通过了一个单独主体来达成了 比如设一个企业了 去经营了 通常情况下是合影企业 但是呢 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它也有可能构成共同经营 所以呢 如果是下边的这种情况 我们要通过三个步骤来判断 第一个步骤呢 是它的法律形式 第二个步骤是合同安排 那么第三个步骤呢 是其他事实和情况 做出最终的判断 OK 我们首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单独主体的概念 这个不需要大家背的 是指具有单独可辨认的财务架构的主体 给它强调的是会计主体的概念 包括单独的法人主体 和不具备法人资格 但是法律所认可的主体 具体呢 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 那这个就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而后边像合伙企业啊 等等 那这个就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但是法律怎么样 它认可呀 某些情况下信托基金也可以被视为单独主体 OK 那么下面我们就是分三个步骤来判断 它到底是共同经营还是合营企业了 第一个步骤呢 是法律形式上 能不能够把各个参与方和这个单独主体分离开来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单独主体当中的这个资产负债 它到底是谁的 如果是这个单独主体的 就这里面的资产是属于这个单独主体的 这里面的负债呢 也是由这个单独主体去偿还 您说它还不上怎么办 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话 你资募抵债了 申请破产行算就完了 这个债权人不会说找到股东的头上去要钱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什么呀 合营企业了 如果说法律上认定 这个安排里边的具体资产呢 是各个参与方的 里边的具体负债也是由各个参与方 他们自己去偿还 那它就是什么 共同经营了 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么第一个步骤 如果法律形式上不能够把他们二者区分开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合同安排 也就是说合营安排里边的具体调缓 能不能够将二者分离开来 那么如果能的话呢 比如说各个参与方 对合营安排的相关资产行有权力 对相关负债承担义务 那就是共同经营了 那么如果参与方对合营安排有关的净资产行有权力 对净受益想有份子 而具体的资产负债呢 是人家这个单独主体的 那它就是什么 合营企业 下面呢 要分成资产负债 就是按照不同的会计要素来做具体的认定 那么这个讲的就是有点太细了 有点啰嗦了 有时间大家回去看一看这张表格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强调一下担保的问题 为什么强调担保的问题呢 因为刚刚这边谈过了 如果各个参与方承担具体负债 享有具体资产 那它应该就是什么 共同经营 而某一个参与方对这个安排提供的担保 就意味着它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那就是针对具体的负债 承担还款的责任了 那么是否因为它提供担保 就把它认定为共同经营呢 也不是这样的 这里边说了 参与方为何应安排提供担保 或提供担保的承诺的行为本身 并不直接导致一项安排被分类为共同经营 大家学过经济法应该知道 那么担保呢 有连带责任担保和一般担保 如果是一般担保的话 那个债权人能直接找担保方要钱吗 不能 他得先找谁呀 先找那个债务人被担保方 所以呢 站在这个角度呢 我们认为担保所产生的负债呢 是属于刺激债务 是属于刺激的债务 那么这种刺激的债务 并不一定导致它被分类为什么 共同经营 也可能是核赢期间 如果说第二个步骤 核同的这个具体条款 也没法把二者区分开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三个步骤 其他事实和情况 这个就比较少见了 包括这个安排的目的干啥的 和具体的这个设计 与参与方到底是什么关系 现金流的来源等等 如果进入到这个步骤 大家注意 只有当该安排产生的负债的清偿 持续依赖于核赢方的支持时 他自己都没法偿还债务 这个安排才是共同经营 即强调参与方 实质上是该安排持续经营 所需现金流的唯一来源 如果说满足这个条件 他才是共同经营 否则会用其中 下面我们通过这么一张图 把核赢安排分类 判断流程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首先核赢安排是否通过单独主体来构造 如果否的话呢 就大家搭伙做生意 将来赚钱一分 那就是共同经营 那么如果通过单独主体来构造了 我们要通过三个步骤来判断 第一个步骤是法律形式上 能不能够把二者区分开来 就是是否赋予各参与方 想有该安排相关资产的权利 是否承担 并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义务 就是是否针对具体资产 想有权利 是否针对具体负债承担义务 那么如果是的话 共同经营 如果否的话呢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可应安排的具体条款 能不能够 就是是否 约定各参与方 想有该安排相关资产的权利 并承担与该安排相关负债的义务 如果是的话呢 共同经营 如果否的话 我们进入到第三个步骤 刚刚说过了 进入到第三个步骤 非常的少见 那么其他事实情况 是否赋予各参与方 想有与该安排相关资产的权利 并承担与该安排相关负债的义务 我们刚刚也说过了 如果进入到这个步骤 条件就比较严格 如果合营安排 他没法独立还债 我们参与方是他现金流的唯一来源 那就是共同经营 当然在这里边呢 为了统一 还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判断 如果赋予针对具体资产 享有权利 针对具体负债承担责任义务的话 共同经营 那么如果否的话呢 合营企业 下边 我们做一个题 下列关于合营安排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A 合营安排要求所有参与方 都对这个安排实施共同控制 我们强调的是所有参与方吗 不是啊 只要能够联合起来 把决策做出来就可以了 一组多组都可以 不强调所有 那么B呢 两个参与方组合能够集体控制 某安排的这个安排 不构成共同控制 那这个说的太对了 如果某安排构成共同控制的话呢 我们强调的是参与方的组合必须怎么样 集体控制这个安排的参与方组合必须是唯一的 C 能够对合营企业达到重大影响 这样的参与方应当对其投资采用权益法 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 就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应用的是权益法 正确 那么D 合营安排是共同经营的 那么合营方按照一定比例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 就是针对具体资产 并承担该安排具体的负债 这个是对的 一 当合营安排没有通过单独主体达成时呢 这个安排是共同经营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了 连一个主体都没有 就是我出钱你出力 当然也有的可能就是指出这个什么呀 出渠道 出资源 所以一赚钱大家一分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一定是共同经营 就是E呢怎么样也是对的 F 合营安排当中参与方对合营安排提供担保的这个安排 备分类别共同经营 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这件事情了 提供担保的这个本身并不一定导致这个安排备分类别共同经营 因为担保所产生的债务呢是属于刺激债 所以咱们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呢是BCDE这样四个选项